当然接下来全球现场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 传出周四将要跟和邢进平来通话了 更多的重点我们时间交给真荣 真荣早安 好了大家早安 节目现场时间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他就有表示期待 这一周可以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对话 而现在根据外媒的一个最新的报道 有一名消息人士就这样透露了 说拜登跟习近平预计在周四 也就是28号这一天会通电话 但是白宫是拒绝评论拜习通话的确切时间点的 不过白宫现在有透露拜习通话 那么话题会触及到哪一些部分呢 当然目前台海局势很紧张 这也是话题之一 另外还有恶物战争 而此外拜登还没有决定 是否会在通话前终止 对中国大陆的部分贸易关税 而对此路透社就报道了 这一次会将是拜登跟习近平的第五次通话 同时间现在有个议题还在烧的 那么就是中国大陆就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可能会访问台湾 向拜登政府已经发出多次的严厉警告 CNN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报道 就说消息人士也透露了裴洛西计划访问台湾 并且邀请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人士来陪同 但目前陪洛西他是还没有正式确定他的访台的时间跟行程的 不过拜登政府的官员已经很担心陪洛西访台期间的人身安全 同时也担心中国大陆会相当的不满 所以白宫是持续向陪洛西还有他的团队告知出访的潜在风险 陪洛西传出会计划访问台湾当然是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 现在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他昨天就发表了他的微博上的声明 而且也强调说裴洛西是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访台将会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他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的话 那么中国军队也不会做事不管 必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 挫败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 但其实要来看到的是现在抢在拜袭通话之前 印尼总统佐科威昨天就先访问北京 跟习近平来会面 习近平也表示会尽全力的支持印尼的建设区域 疫苗生产中心密切在工卫上合作 也会扩大进口印尼的农产品 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国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 也体现了我们双方关系的这种亲密程度 近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引领下 中印尼关系是蓬勃发展 彰显了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事实证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 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我愿同你一道努力 破坏中印尼关系宏伟蓝图 习近平表示会全力支持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G20峰会 而其实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习近平就不曾出访到国外 只有在7月1号的时候 有到香港出席特首的交接 还有回归25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 再持续要关注的是美国的2024 川普有可能会再出来选吗 因为现在针对美国年轻保守派 进行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在2024年可能会代表共和党竞选的总统人选之中 其实前总统川普 他是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远远领先全球首富马斯克 他公开力挺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川普他其实在26号的时候出席了这一场峰会 当时他就与代保留 暗示自己可能会再度较出总统大位 这 november the people are going to vote to stop the de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and they're going to vote to rescue America's future I'm here before you to begin to talk about what we must do to achieve that future when we win a triumphant victory in 2022 and when a Republican president takes back the White House in 2024 which I strongly believe will happen 根据这份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高达78.7%的民众是支持川普 可以成为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 另外只有19%的人偏爱迪尚特 排名第三则是南塔科他州的州长诺埃姆 而只需要来关注的是美国现在很希望的是扩大半导体的产业联盟 表明希望跟日韩 还有台湾一起要打造的是金片四方联盟 但是呢 南韩是持续保持着慎重的态度 南韩政府表示需要审慎的评估 才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 而其实对于美国政府 现在要求8月之前 南韩必须要有所答复 是不是要加入这样的联盟 表示无法认同 对此大陆外交部也有最新回应 中国和韩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 双方都获得了巨大利益 实现了彼此成就 在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背景下 去年中韩双边贸易 同比增长26.9% 达到3623.5亿美元 这一数字超过韩美 韩日 韩欧贸易之和 但就芯片贸易而言 韩国去年出口的芯片 60% 进入了中国市场 我们希望韩方 从自身长远利益 和公平开放的市场原则出发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多做有利于中韩关系发展 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 这是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烫 吃火锅 加上一条 汤头都超鲜美 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 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 吃火锅